平時打遊戲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些電競級的耳機享受 不過有時候朋友叫到 就會玩一些手機遊戲 就像我平時玩吃雞一樣 在家的時候當然會帶著這個玩 但出到街的時候就很不方便 幸好Steel Series終於推出了它的首款 入耳式電競級耳機 Steel到Steel 不說那麼多 立刻為大家開箱這款耳機 開箱之前 記得幫忙CLS 以及追蹤我們的Miri 好啦 今天就來開箱 Steel Series的2SQ入耳式耳機 首先打開了就可以看到它的耳機 那我們可以先拆這個耳機出來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耳機的本身 它是一個掛耳式的設計 它會配置了一個外置耳機 它會配置了一個外置耳機 這個就是它的外置耳機 它還有一個 裝置耳機的布袋 在這裡裡面還有一個 耳室 這裡總共有 這裡總共有四個耳室 其中兩個耳室 就已經幫你安裝上去 大家就可以跟自己的耳型 去選擇適合自己的耳室 現在就可以示範一下 這個外置耳機的耳機 可以怎樣插進耳機裡面 在耳機旁邊就可以這樣插進去 就是這樣 就可以插進耳機裡面 耳機的長度 有1.2米長 總共有四尺 都很長的 說到這個耳機是有雙麥的功能 除了這個外置耳機的麥克風 這裡也會有一個內置的麥克風 當你沒有這個外置麥克風 耳機就會用這個來收音 那就不用怕 沒有麥克風 這裡就是Steel Series的 入耳式耳機的所有內容物 就開始吧 ChuseQ的遊戲耳機 音頻清晰 麥克風的質量都提升了 和舒適可以調節的設計 將遊戲耳機的功能 帶到手機耳機當中 這款耳機有雙麥克風設計 包括可拆射的麥克風 以及內置麥克風 而且它用了內置行業領先的 高級複合音頻驅動器 Hyper Fiber Diaphragm 所以它的音頻表現特別出色 同時耳機也符合人體工學設計 配備了三種不同尺寸的耳塞 加上輕巧的環繞式耳掛 就算戴足幾個小時 都不覺得不舒服 至於耳機的功能和兼容性都非常之強 包括有可以拆射的麥克風 亦都有一支內置的麥克風 即使你沒有那支可以拆射的麥克風 你都還有一支內置麥克風可以用來打機 那就不用怕沒有麥克風用啦 靈活的耳掛式設計 可以適應不同的耳影 它還支援3.5mm插孔 在不同的家用機、手機 用都沒有難度 所以長時間玩遊戲都可以保持最安全和舒適的感受 好 讓我現在說一下戴完耳機之後的用後感 戴了耳機之後真的非常之舒服 耳機的配套提供了不同款的耳塞 真的非常之貼心 讓我可以選擇適合自己耳朵的耳塞 在我玩手機遊戲的時候 它的音質是非常之好 入耳式耳機來說它算是超級棒 最重要是戴著這款耳機 就算打幾個小時頭機 都不會說耳朵痛或不舒服 可以說是非常之舒適 這款Steel Series的2Skill入耳式耳機 絕對不輸蝕給電競耳機的 絕對是方便攜帶出街使用的耳機之選 有興趣的朋友就快點過來試一下 最後如果大家對這款耳機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這裡 又或者去我們的網店訂購 記得啊 用我的優惠代碼 還會有額外的折扣 如果下次還有新產品出了 我們都會第一時間介紹給大家 好,多謝收看《香港人加油》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